精心動拍 世界上有很多不可思議的消失 有些是一個人 有些是一群人 甚至有整個帝國 到底他們去了什麼地方呢 會不會有一天 你和我都像他們一樣 消失在空氣之中呢 有些是一群人 精心動拍至《衛斯里科幻故事》 《消失》 第三回大結局 李安球監製 梁繼章編導 魏康原著 朱偉明編劇 梁仲賢錄音 並且由李學斌 蔡雅閣 楊麗鮮 何錦華 林友榮 莫家區 溫泉等聯合播出 《消失》 第三回大結局 現在開始 賓納先生 你認為衛先禮 到底遇到什麼意外呢 我實在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我只知道這裡曾經發生過 一些怪異的變化 至於起因 我就不知道了 唉 這件事真是麻煩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三個人失蹤 而我們警方仍然一些線索都沒有 你說如果傳了出去 一定會被人罵死 我明白你的苦衷 但我實在幫不了你 真的很對不起 那不要緊 不過這樣 賓臨先生 假如你有什麼新發現的 希望你盡快通知我們 好 如果有他們的消息 就請你通知我 好嗎 好 希望這件案子 會有水落石出一天 會有水落石出一天 好嗎 沒有錯 我是法蘭警官 什麼 開羅打來的長途電話 你有沒有搞錯 我沒有朋友在開羅 他姓什麼 姓偉的 姓偉的 姓偉 難道我是偉思理 麻煩你 馬上坐過來 快點… 快點 別吵… 什麼事這麼緊張 長途電話 誰打來的 這麼緊張 偉思理 什麼 他是不是… 你是不是… 我是偉思理 你真是偉思理 你真是偉思理 我猜暫時偉思理都沒有出名 到有人要冒充 偉思理 偉思理 你現在在哪裡 這個電話在開羅打給你的 我當然在開羅 難道在太空嗎 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為甚麼忽然間失蹤 忽然間又去了開羅禁雨 余全場和他太太呢 是不是又在開羅 你們這兩天到底去了哪裡 你這麼多問題 我怎麼回答 我已經買了機票回來 見面再說 偉思理 這樣就收了錢 他怎麼說 他怎麼失蹤 他的朋友余全場和他太太呢 為甚麼會去開羅 你又一嘴唇 我回答誰 我… 他下一班飛機回來 我們等他 下一班飛機 即是幾點 對了 我忘了問 那怎麼辦 有甚麼怎麼辦 就等一等 對了 通知賓立 叫他馬上來這裡 多一個人陪伴也好 好吧 有你 你應該會查一下 就是一段時間 很明顯 怎麼會跟我們 tiens 就讓你回答 有些意義 真是急死人了, 還沒到 等人真麻煩, 這麼久還沒到 剛才他在電話裡怎麼說的 賓立先生, 你問了我第十次了 我問犯人口供也沒你這麼長氣 日敲門, 進來 衛先生, 是你 衛斯里, 真是你 怎麼這麼齊人 畢南先生, 看來你對這件毛頭公案 還有興趣 坐下再說, 坐下再說 對了, 衛先生, 到底這件石頭怎麼樣 是呀, 余傳祥和太太呢 他們不是和你一起回來的嗎 幾位不要這麼心急 我一定會說這兩天的遭遇你們聽 雖然你們可能會不相信 至於余傳祥和他太太 沒錯, 我曾經見回他們 但是他們兩個有事消失了 而且這次消失之後 我想我們以後都不會再見 什麼事, 為什麼 這樣吧 由我那晚靜靜爬進屋子說起 我進了浴室 希望可以等到那些不可思議的事再發生 結果我真的等到 是怎樣的 那時候我正在洗臉 忽然水喉的水自動停了 然後我就看到有很大片綠色的光 然後我什麼都看不到 當我有回知覺之後 我就在一塊身手不見五指的地方 而且全身上下都不能動 當時我馬上想到 余傳祥和Winnie 是不是跟我一樣有這樣的遭遇 如果是 他們又會不會在那塊地方 為了證實 我就想大聲叫他們的名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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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我時候就會出現 souvenir 我便會跟他的溝通 datos 我是為何 我的 我聲音都やって Shield 好 我confidence 看看剛才是誰把打那聲้ signed 朋友, 我是衛斯理 你是誰?我們 我們到底在哪兒? 全場,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是阿祥和Winnie, 阿祥… 阿祥… 太急了, 滑倒了 周圍慢慢有光了 爹, 爹, 爹 我見到他們了, 阿祥, Winnie 是衛斯理… 你都來了, 阿祥, Winnie 真是太好了, 過來 不過要小心點, 地上很滑 是呀, 地上很滑 真的要小心才行 好了, 見你們真是好 衛斯理, 見你們真是好 你知不知道我們現在在哪兒? 我不知道 對了, 你是怎麼來到這裡的? 我那天在浴室 忽然看到那陸光一閃 然後失了知覺 到我醒來的時候就在這裡了 跟我一樣 Winnie, 那你呢? 我們一樣 但是你應該跟我們有些不同 我和阿祥親眼看見你站在那塊大岩石上面 我忘了清楚了 我隱約好像離開那個很黑的地方 總之整件事好像發了個夢 我…我真的不太記得 衛斯理, 我們是不是在這裡發夢呢? 我也希望是 可惜, 事實是我們三個人 都遇到一件極之古怪的事 在其他人眼中, 我們已經消失了 但是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 最初我以為這裡是一間房 但是現在看起來又不像 你看, 三邊的牆都是奶白色 每一邊大概有二十呎牆 看起來就像一個很大的盒一樣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既然我們是被一種神秘的力量搬到這裡 唯有讓這種力量再跟我們接觸去 那就是說, 任他們處置? 阿祥, 我有一種感覺 我覺得我們三個 就像三隻弱小的昆蟲 被人類捉了來當標本這樣研究 但是我們並不是昆蟲, 我們是人 人和昆蟲都是生物 在另一種生物來說 可能我們和昆蟲根本沒有分別 另一種生物?你是指… 外太空的生物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這是最大的可能性 你想他們會怎樣處置我們? 我不知道 亭天由命是 對了, 但是如果一直這樣等 就算他們不殺死我們, 我們也一定會餓死 這樣也不會 他們把我們抓到這裡 我相信不會讓我們餓死 你看那邊 有塊板, 向著我們這裡飛過來 你們看看 它穿過之後, 牆壁又會自動合起來 一點痕跡也沒有 這塊板, 自己降落在地上 板上面放了三顆扁圓圓的藥丸 我去看看 好啊 小心點 是甚麼藥丸 有一股像燒雞的味道 我明白了 這些當然是他們為我們預備的食物 這麼小, 怎麼可以當一頓 當然可以當一頓 我想他們的科技 一定已經先進到 能夠將人體所需要的熱能和營養 都濃縮在這顆藥丸裡 你們…你們究竟是甚麼人 為甚麼要抓你們來這裡 為甚麼 你們別以為不出聲就行了 快點回答我吧, 回答吧 阿祥, 別這樣 你這麼怒吵也是於事無補的 是呀 綠光的閃, 又多了一個人 一個穿和服的日本女人 維維斯莉, 你猜她是不是 星球人的化身 阿祥, 她…她走過來, 我很害怕 不用怕 你是誰 我叫鄭川芬子 日本長期科學研究所的所緣 我想你們一定很想問我 這裡是甚麼地方 告訴你們 你們知道, 這裡是離開地球很遠的外太空 這是甚麼意思 就是說, 現在你們是在一隻太空船裡 你是星球人 不是, 我是地球人 不過, 離開了地球十幾年 坐下, 我告訴你們 我應該怎麼說呢 或者這樣說你們會明白的 我是被你們所謂的那些星球人救回來的 如果不是他們 那次原子彈炸長期的時候 我已經死了 我還很清楚的記得 那天的天好像快要倒下 四周的建築物變成像紙紮的崩潰 而旁邊的人也紛紛跌下 在當時我以為自己一定會死 誰知道突然間 我的身體好像不存在 到我有分知覺之後 就來了這裡 後來他們告訴我 所以我才知道原來有個原子彈降落在長期 於是就搞到這麼大的事 你說了這麼久 他們究竟是誰 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是知道他們是一隊科學工作者 他們在星球離開這裡很遠很遠 而這裡只是他們的工作站 他們是怎樣的 我都沒見過他們 甚至沒跟他們聊過 我一直懷疑他們之間的溝通方法 他們的方法跟我們不同 就是說他們不需要言語 那你又說 他們曾經把原子彈爆炸的事 告訴你 他們沒有正式地告訴我 但是給了我很多報紙 真的? 相信我吧, 他們沒有惡意 沒有惡意? 竟然把我們來這裡還說沒有惡意? 小姐, 你很難怪他們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有一天我們的地球人科學很發達 發達到可以去第二個星球探險 誰知道去到那個星球之後 發生一些給自己低等的生物 你猜你會怎樣做? 會不會抓他們回來研究?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們回家 你放心吧, 他們的心底比地球更好 絕對不會難為你們 那你呢?你不想回地球? 沒錯, 我不想回去 對, 這裡的生活會比較寂寞 但是想想 我上次能夠在浩劫之中餘生 算是幸運的 人不會永遠都是這麼幸運的 如果我再遇到大災難的時候 我會不會又再次走呢? 是的 是嗎? 人類有時候, 明知隨時會有浩劫發生 但是還是要自欺欺人地在地球上生活下去 為師理, 我不管你們怎麼說 總之我和Vinnie一定要回去 我們只是關心什麼時候可以離開這裡 我想這絕對沒問題 不過這位小姐, 最好留下來和我一起 這樣會方便一點 是嗎? 是嗎?絕對不好 那隨便你 Vinnie和那個日本女人 為甚麼會一起不見了? 她在哪兒?她在哪兒? 剛才明明是站在我身邊的 你們為甚麼抓到我太太去? 給我…快點給我 你們不可以拆散他們 他們是… 快點給我 不知道他們明不明白甚麼叫夫婦 快點回來 綠光, 又有綠光 阿祥, 阿祥不見了 這次連他都消失了 阿祥 那輪哥, 阿祥 經過就這樣 余全祥跟他太太再次在我面前消失了 至此以後, 我沒見過他們 威師尼, 後來你又如何逃脫呢? 逃脫?你不應該說逃脫 因為實際上是他們送我回來的 那也就是說你親眼見過他們? 是 那是怎樣的? 他們在余傳牆和他太太失蹤之後 忽然間出現在我面前 他們的大小就像我們的拳頭 這麼小? 是, 形狀有點像雞蛋 他們身上有很多黑河式的斑點 這些斑點不停地在變換位置 每次都排到好像一幅美麗的圖案 我細心看清楚 他們身上生了很多又長又細 乃白色的細絲 這些細絲伸縮自餘 可以長可以短 每一條細絲的尖端 都可以隨意開成更細的叉 看上去就像人手一樣 當時他們在我面前飛來飛去 而他們身上的斑點不斷在變換位置 我想他們可能在交談 不過他們談話的方式我不明白 最後怎麼樣? 最後怎麼樣? 那時候我很害怕, 也很生氣 於是我大聲地叫 問他們想怎樣對我 忽然之間那種綠光又是閃起 然後我又有那種感覺 就是覺得自己不再存在 到我有知覺的時候 我發現自己竟然躺在沙漠上 不過幸好 沒多久有一隊經商的駱駝隊經過 是他們救了我, 送了我去開羅 原來是這樣的 然後你就打電話給我了 是嗎? 是 無論如何 維斯理 我們恭喜你平安回來 也謝謝你 為我解開這個神秘失蹤的迷 有什麼用? 余全場和他太太始終都消失了 我想想見他們恐怕沒什麼機會 你們知道嗎? 直到現在, 我一閉上雙眼 就好像見到那種生物在飛來飛去 而我也開始明白他們的用意 他們的用意? 是 是 是什麼? 他們想我告訴地球人 地球人決不是萬物之靈 地球人只是一群盲目無知的可憐蟲 因為比地球人聰明先進的其他生物 有很多很多 不過 就算我告訴其他地球人 那又有什麼用? 他們會相信嗎? 你們會相信嗎? 他們會停止自相殘殺 好 我要說的也說了 我也要回香港 今天我跟你們說的話 你們就當是做夢 這樣會過得開心點 再見, 三位 好 經心動拍子 為斯里科幻故事 消失 第三回大結局 現在已經播放完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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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觀點 我們可以看待 另外 我們可以看待 我們看到我們的 global